2023年1月1号中午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 大盘在这个位置真的就没希望了吗 我不这样看啊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叫做 春江水暖压仙芝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北上资金 北上资金连续三年都保持一个活跃的程度 而且活跃程度都超过10% 这就预示着有人在关注着咱们 瞧我为了做今天节目统计了这么多 那么在这呢 咱们说的话啊 都是有数据有逻辑支撑的 今年的11月12月 五个大行业连续加仓的能力还很强 而且在这之前啊 他们已经反复活跃 那么这个五个大行业都是什么呢 一个是通讯 一个是有色 还有建筑装饰和电器设备 最后是煤炭 这五个分别都加仓 而且它的活跃程度超过20% 以具啊 这三年来平均活跃程度 尤其是今年 别看行情不好 而且今年活跃程度也超过10%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五个行业 尤其在11月和12月份 他们是特别活跃 那为什么这样呢 北上资金被称之为聪明的资金 为什么人家现在啃往里头干呢 那么我们再说一句数据 去年2022年 虽然说大盘震荡回落 但是人家北上资金 全年的总卖卖 咱指的是成交额啊 是23万亿 占咱们A股23万亿 23万亿那是个啥 我们一年成交才多少啊 那人家23万亿对于一个外来户 或者是说对于一个外资 想拿咱们东西啊 他得有足够的信心不是吗 因为他并左右不了咱们的市场 所以我的名录 今天的名字才叫 春江水暖压仙值 北上资金 他们被称之为聪明的资金 人家提前可能有什么消息 我们必须积极备战2023 尤其现在大家喊出个口号 叫做奔跑吧 2023 在北上资金 今年的11月 12月 是全年净流入的总资产 为什么这么说 10月之前 还处于一个净流出状态呢 大家看 我们的11月份 北上资金净流入600亿 记住这个数 12月份 北上资金净流入350亿 加到一块 是不是950亿 那么全年净流入是多少 是900亿 那是不是 这两个月超过全年50亿 那么就是10月份 10月份的时候 仍然是净流出状态呢 那为什么他们提前两个月 就开始往里头买买买呢 现在北上资金提前两个月 提前两个月进入呢 这往往是一个机构的收法 北上资金 他们有散户有机构啊 但大多数都是以抱团形式 他们在干活 所以呢 我们相信他们机构的力度比较大 那么机构建仓是多少周期呢 机构建仓往往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油资类的 他们建仓周期就是一个月 第二个是机构 机构类的呢 建仓周期是两个月 为什么我们要看60天线和45天线 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再说第三个 那就是国家队 人家建仓周期最少的是半年 一般都是两年为一个周期 那么我们现在看好了啊 现在说到两年前的事 我给大家拿来就是周线图 周线图两年前 这不走出一个过山吗 大家看到没 那么现在这个股价3000点附近 回到了三年前 三年前这一波回打之后 出现上涨之后 大盘就没好过 对吧 大盘就是这一年的起月份 在大盘全中指标股 尤其是银行股带动之下 直接薅起来 然后7月7号见顶之后 开始横盘 实际这个横盘冲高回落 就这一个走势比较复杂 大家看啊 这是全过程的 这叫一浪下跌 这个一浪是从啥时候算起的呢 从上一个周期 大家看啊 我缩小一点 从上一个周期算起 上一个周期是5000多点 大家瞧啊 这个位置2015年高点嘛 然后一浪下跌 二浪反弹 三浪下跌 他们已经走过了 一二三浪下跌 剩下是什么呢 是一浪上涨 二浪回调 就是这个位置 就在一浪上涨 二浪回调过程当中 出现了问题 这个位置 不出现了 口罩吗 新冠 三年前呢 朋友们 现在股价又回到了 三年前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期间 走势非常复杂 为什么这么讲 我放大一点 你看得清楚啊 咱们就放 二浪以后的事 二浪回调之后 就是三浪上涨 主上浪嘛 见到了这些 这两年的高点 三千几百三十一点 然后出现了回撤 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复杂的 一个横盘震荡浪 咱们先不数这个浪 那么按照本轮回调 这个现在说 上面这儿 从高点 那现在说应该是前年的了 前年12月13号 给这个位置 见了高点 三千七百点嘛 一路向下滑 现在这个位置呢 出现在这儿 来大家看 我给大家高点 作为连线 这个就叫反压趋势线 也叫上升压力线 周线级别 去年的四月份末 调整到第一点 是2863 然后出现上涨 但是2863这个位置啊 大家看好 它的真正实体性低点 是在这儿出现的 那么这个位置的最低点 咱指的是周线实体收 收在三千零一点 所以三千点上方 现在这个位置 是相对安全的 或者是说 三千点上方的时候 就这个地带 我们不看空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现在呢 在经过到十月末的时候 又来了一个低点 但是这个低点呢 是啥呀 2915 2915点 这个是周体实体 阴线收的 收盘价 所以说这个位置呢 我们给它定义为 本轮的一个低点 剩下开始出现的是 上涨行情了 这就是完成了 一二三四五浪的 一个下跌 复杂走势 为什么说它复杂呢 因为往往下跌的时候呢 是三段 一二三啊 但是这个三太长了 所以说我们才规划 出了五浪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复杂呢 就是因为 三千七百三十一点 这个位置 原本是要向上攻的 那么向上攻 才出现一个大五浪 然后才能回调 但是这个五浪走得 非常牵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实体的阳线 收盘价 是3696 而这个实体阳线 最高价是3703 所以被定制为 本轮的高点 我说了这么多 只说一个 前代的重点 大盘现在这个位置 是安全的 或者是说 三千点附近不看空 那么这个位置 我们该怎么弄 现在回答网友的问题 他说 现在大盘 在这个位置 假如是向好的话 我怎么炒股呢 炒股一共 咱们有 长线 中线 短线和超短线 四个手法 长线 一般都是大机构 尤其是更大的机构 像国家队 或者等什么的 他们 人家搞得非常长 建仓周期 就是半年到两年 这是长线呢 那我们长线看什么呢 长线按月线级别看 来 大家我就提嘴啊 但是我们不推崇长线 为什么 因为长线散户受不了 大家看 我把均线拿掉 你瞧瞧 这个长线是啥意思 这不就是说明个问题吗 在这个载幅的褐色线和黄色线夹角区域 这个就属于建仓期 慢牛行情建仓期就在这个圈里就行 但是谁能一拿 拿了好几年呢 就包括这次建仓期到现在已经达到两年 为什么说今年这个位置要起行情呢 因为这个建仓期现在已经满足两年的要求 也该起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看到没 大家建仓期够了 才起的长牛 这个建仓期够了 起的长牛 那么这完全够了 只是说这个位置被口罩 疫情和恶物问题给压下来了 但今年可跑不了了 现在已经是三年 口罩三年了 过起来这也该起 那么起的时候 我们很少有人说能够一啪啪两年 这个叫长线 那么我们抛开长线不说 说中线 中线怎么看呢 中线大多呢 都是用的是刚刚我画的这个五段式嘛 这个就叫做周线级别 很多人呢 一看周线级别头有点目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位置还不是大举 加仓建仓的时期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周线级别还没回到 反压曲线上方 你得回到上方才能证明反弹 或者说未来的反转这个位置出现机会呀 只有通过这没有压力才能上涨 大家瞧 哪次上涨都是得突破呀 不突破的话 那没有办法 就这的话也得突破压制线 这就是一个反压 或者是说这是个大反压 从上面高点作为连线 突破高点之后 回踩确认才出现大行情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必须得突破 所以我们说按照周线炒 也很少有人能拿得住 这些东西呢 只有大的油脂 或者是一些大主力 他们这么干 那我们散户大多干什么呢 大多散户都看的是日线级别 好 今天咱们说的是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炒的是短线 那么超短线是啥呀 超短线就是日内分时均价线 按照日内分时线 大家是这样看啊 这里面日内分时呢 有30分钟60分钟 还有15分钟级别 这个超短线呢 古邦不推崇大家去弄 因为很多散户上班没有时间 那么炒这个短线比较妙 就是用日线级别 今天我就分享一个 我们很多机构们啊 他们都用的方法 大家瞧 喜欢的呢可以加关注 因为有用的 可以点个赞 来大家看日线级别 这个就是日线级别 那么我把这个均线图拿出来了啊 什么是均线呢 就是10 20 50 什么60 就你随便设定 怎么设定就行 但是日线级别 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看的大多呢 都是20线 20线被称之为 机构的生命线 来大家看我的这个20线是什么颜色 就是这根褐色线 看20 20线就是褐色线 那么我们怎么应用呢 就是当股价上冲20线之后 我们开始操作 回落到20线以下 我们就卖出 就不干了 大家看这个位置 今年的4月末到5月初这个位置 是不是股价回到了20线上方 然后回踩确认 出现一波行情 当股价跌破20线 就这个圈 我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都给画上个记号了 看到没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又跌破了20线 我们卖出 好了 依此类推 到10月份这个位置 看 冲到20线上方 我们买入 那么回落到20线以下 我们卖出 这个呢 就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短线 好了 总结一句 从12月13号 然后一路下跌 年初这个位置跌破了20线 看到了吧 就这个位置 这不是这根褐色线吗 就是20线 跌破了之后 我们也是在这个位置开始减仓 大家都知道 股邦就是这么干的 然后给这个位置开始回落 这个位置回落的时候呢 不具备买入条件啊 因为它没有冲高回踩确认的过程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这是一路的空仓 你就知道一点就可以 当股价跌破 20线我们远离股市 休息 这个就是短线 然后怎么样 又回到20线上方 这不就是回到20线放 经过冲高回落整理 回踩20线是买点吧 买了就化 看 是不是出现 未来的一大波上涨啊 这不就是今年 这一波行情吗 从4月末开始 到7月初 到7月初之后 拐头向下 又跌破了20线 这个就是卖出 那么现在股邦已经分享了 如何用短线买卖 就是用20生命线 跌破20生命线卖出 涨过超过20线 买入 那么再次跌入 再次卖出 以此类推 我们不但能跑赢大盘 这个会把我们的心态 搞得非常健康 好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 大家可以加关注 点赞 我们明天的中午12点的时候 有一个下周策略会 讲的是新年 大盘怎么走 我们怎么应对 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到时候能收看到 好朋友们 我们明天中午 下周策略会 见